四十万斤萝卜 卖出七十万元的高价 你卖一万块钱 那是你的事情 你卖十万块钱也是你的事情 这些萝卜在我手里 我有和没有啊 我的生活能照旧 以此善心 竟换来了生命的希望 说从那两天 我都感觉像做梦一样 我都感觉不是真的 我都感觉就像在梦里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四十万斤萝卜背后的故事 2019年3月25号这一天 在山东省肥城市的一家冷库门口 不停地有物流车进出 运送违线青萝卜 两天下来火爆的发货场面 让经销商丁一龙也措手不及 山东围县青萝卜 那可是山东省鼎鼎大名的 代表性的农业产品 这种萝卜 香辣脆甜 多汁味美 这么说吧 能当水果吃 在市场上非常受欢迎 可是最近这一段时间 这还不是萝卜销售的旺季呢 这丁一龙的萝卜 在山东省引发了一波订购的狂潮 一天啊 就能走七八万斤的货 这萝卜怎么就突然间成了爆款呢 其实你看 现在这一个库房里的萝卜 已经全部拉完了 四天时间 这四十万斤萝卜就没掉了 其实我没想到会那么快的 其实当这些萝卜被认过完之后 我心里就感觉 心踏实还心落地了 孩子最起码我认为得救了 丁一龙在山东省平阴县 经营着一家农产品开发公司 创业初期 忙碌是常态 但最近这一个月 丁一龙都顾不上工作 一心扑在了孩子身上 别哭了 别哭了 一圈 爸爸 爸爸你去忙 你去忙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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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闹着的小男孩名叫伊萱 今年两岁 正在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住院治疗 丁一龙着急售出四十万斤萝卜 就是为了给小伊萱 筹钱治病 就是这萝卜在我手里 我有和没有 生活能照旧 因为就在库里放着 我生活我还干干什么干什么 我不是每天陪着萝卜过人 但是对于孩子来讲 可能就不严重 我看了孩子 我抱着他的时候 那种感觉就像抱着 我自己的孩子一样 这个冲丁一龙叫爸爸的孩子 竟然不是他的亲生儿子 那丁一龙为什么要卖掉萝卜 来救这个叫伊萱的孩子呢 像命中被安排一样 一切真的都太巧了 真的 丁一龙与小伊萱的结缘 要回到今年三月二十二号这一天 丁一龙约有人到千佛山医院附近办事 不慎将随身重要的手包遗失 由于包里装有两万元现金 丁一龙心想包肯定是找不回来了 但令他没想到的是 一个小时后有人打电话来 说捡到了他的包 我打开看看这个里边的东西都还在 我当时确实很震惊 我拿了一些钱给他 怎么都不要 他也说 他说如果我想要钱来 我这包我完全可以不给你 这是我现在第二次 对这个人的这种惊讶 真厉害这个人 是一个可值得交的朋友 留个微信吧 捡到丁一龙手包的 正是小伊萱的爸爸唐少龙 两人当时都没有想到 这个小插曲会让他们之间产生深刻的交集 这个人到底是个什么人 看看他朋友圈 看了看就觉得 都是他孩子生病啊 住院啊 唐少龙近半年来的微信朋友圈 都与为孩子筹钱治病有关 唐少龙是济宁市四水县人 他和妻子刘燕组成了再婚家庭 两人各带来一个女儿 婚后不久 儿子伊萱出生了 在孩子生病前 这是一个幸福的五口之家 好了 吃了 吃了 吃面子 去 再见 那一年多的时间 我是我们村里人最羡慕的一个家庭 真的 真是这样 因为到农村吧都喜欢 儿女多都是福气 你看我两个女儿一个儿子 真特别好 我的孩子又长得漂亮 带来的女儿也长得也很好看 为了让家人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在儿子一岁以后 唐少龙决定外出打工 在他离家三天后 他接到了妻子的电话 小伊萱高烧不退 被连夜送去了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在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小伊萱被确诊为 嗜血综合征 需要进行骨髓移植手术 当时因为医生当时就告诉我了 你这个病是很严重的病 你要心理准备 第一你要准备大量的钱 第二你要有心理准备 也可能是人才两空 你要做选择现在 嗜血综合征 是一种非常严重的血液病 人体血液中的吞噬细胞过度活跃 将人体有用的细胞一并吞噬 导致肝功能衰竭 呼吸衰竭等严重后果 我都想着不管用什么样办 我得给孩子治病 只要有一口气在 我就要给他治病 为了留住这个得来不易的孩子 唐少龙和妻子想尽办法省钱 买肉就是买排骨 我就买二十块钱的 孩子一顿吃不了 下顿再吃 我和老婆就几乎是 都是买点馒头 买一块五一份的米饭 就这么吃 我老婆就是买的辣椒酱 老干妈 孩子生命多久 我们就算过了多久 大人尚能将就度日 但想起女儿 唐少龙满腹愧疚 前段时间我回家的时候 我那女儿 我跟他聊天了 他问我弟弟花多少钱了 他说 他奶奶说的要把房子卖掉 给弟弟看病了 我说你愿意吗 为了救我弟弟我就卖 我说卖了房子 你往哪去睡觉 往哪去休息 他说我给你们去睡大街 当时我掉眼泪了 因为当时他给他妈到我家的时候 我承诺过他 我不会让他受苦 我会尽心地照顾他 给他好的生活 可是现在 他连给父母在一起的时间都没有 当时那儿还真顾不上了 特别愧对他 作为家中的顶梁柱 唐少龙承受了比妻子更多的压力 当时我跟老婆说 我当时我告诉他 我说你不要担心钱 我会想办法 我直接给他刷了 我就是卖肾 我卖眼角膜 我就把我灵干上八百 分开了卖 我还会救你儿子 我就这么告诉他 我还真这么想的 我只要能救我孩子命 我就给他换了 四十万斤萝卜 卖出七十万元的高价 以此善心 竟换来了生命的希望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四十万斤萝卜 背后的故事 二零一九年春节后不久 唐少龙与小姨轩配型成功 这是孩子患病以来 唯一的好消息 但是 在骨髓移植手术前 小姨轩进吴军仓的 二十万元押金 难倒了唐少龙 这一拖就是一个多月 亲戚朋友能借钱的 都已经借便了 唐少龙连住院的钱 都快交不起了 头一天 一个我一个病友 他给我提供电话 他能力联系贷款 既然不要管 这钱还还不上 先带出来给孩子救命 后期再慢慢还 不要管力气多高 只要孩子能好的 慢慢地挣钱还 我那钱打算是买完饭之后 我都去联系他 去找他去 就在唐少龙去食堂 买饭的路上 他捡到了丁一龙的手包 说实话 我第一时间感觉 这个钱我当时有想法 这是两万多个钱 我当时我想 这两万多个钱 我孩子就能维持二十多天 甚至一个月 我就能有一个月的时间 再去给孩子再抽钱 冷下来之后 我想着这个钱 就在医院附近 有很多人 他不可能带这么多现金 我想是不是 别人家救命的钱 我不能因为救这个孩子 再耽误别人家 事实上逗中有一分钟 从他包里找到他的名片 我再给他打了电话 一个极度缺钱的人 食金不昧 还拒绝了酬谢 这让丁一龙 久久无法平静 我对他的评价 是那种越来越高的 那种评价 你看正常人 不要就不要了 但他在如此缺钱 如此没钱的情况下 有没有人 这是回到家之后 我看到他 算是我对他的评价 丁丁达到了那种 巅峰的感觉 顶峰 这个人真是不简单一个人 了不起一个人 所以你看 我就当即 我就返回去 就丁丁 我这个人 我必须要见他了 我必须抵看 我能不能帮他了 当天下午 丁一龙又从平阴县 赶到千佛山医院 探望小姨萱 其实当时我去 也只是类似于想 看看孩子 感激感激 听说是给他个 几百块钱 然后就是类似于 感激感激 就类似于看看孩子 这样的心态 去上的楼 但是后来 带来我上楼之后 看到孩子之后 我的心态有点变 因为他还当时 戴着一个口罩 他的年龄 孩子的年龄 跟我还年差不多 我还当时也是 生大病 住院 也是一样 在病房里 没钱治疗 等着给孩子 筹钱动手术 看到小姨萱 丁一龙仿佛看到了 自己曾经生病的孩子 而唐少龙 就像当时 无能为力的自己 他那种父亲 要让孩子活 那种坚毅 那种决心 因为我经历过 如果我没有这种经历上 可能我也不会 后来下那么决心 我得尽我所能的帮他 丁一龙2017年 才开始创业 手里也没有多少现金 但想到公司的冷库里 还存着40万斤萝卜 丁一龙决定 全部捐出来 紧急出售 给小姨萱治病 丁一龙的劝说 和现实的困境 让唐少龙最终 接受了这份善意 但是如何才能卖掉 这40万斤萝卜 丁一龙和唐少龙 却毫无头绪 还想着找一个商家 然后说免费地 让他帮忙卖 先不用商家拿钱 先把萝卜送去 卖了然后就给我们钱 说拿着病例 拿着孩子这种病例 或者拿那个诊断书 他那后来没想到 知道我卖的话 这些萝卜 一两个月卖我都去 然后就从网上 搜这个各个电视台的电话 就打电话 那么在23号 我们接到了 唐先生打来的求助电话 我们当天晚上 就发出了新闻报道 在第二天24号的时候 我们就接到了 很多爱惜人士 打来的电话 说想要帮助这个孩子 我们自己捐了 捐了点钱 都没有多少 是一点心意 我们就是自发的 我们几个同事 先过来看看孩子 唐少龙迎来了 生命中最大的转机 救命萝卜的故事 被山东省内各大媒体报道开来 迅速引发了舆论的关注 网友们为这两位 有情有义的山东汉子点赞 全国各地的爱心人士 纷纷来电 表达了对一轩病情的关注 愿意伸出援手 购买萝卜 短短几天 40万斤救命萝卜 任购一空 为唐少龙筹集到 近70万元的善款 说从那两天 我都感觉像做梦一样 我都感觉不是真的 有这个钱 孩子没怎么保住了 当天晚上我老婆就说 这半年了 我能睡个暗门觉了 突然间 我们两个人都病倒了 我打了5000斤 他打了6000斤 突然间 我当时躺下都起不来了 为了让唐少龙夫妻俩 他能安心照顾孩子 丁一龙把日常工作都放下 守在冷库发货 像一大车萝卜 一颗一颗的 一车的是三万斤 就接近四万颗萝卜 心疼过 就是那么一瞬间 哎呀 萝卜没了 心疼我中的没了 但一想 这些萝卜弄出去 变成了钱 钱能救孩子的命 我后 到至今 我也没有后悔过 最起码 萝卜在我手里 还只是萝卜 真只是萝卜 后来卖了就是钱 但是这些钱 能换一条命回来 挺值啊 安心 安心 安心一下了 给你啊 4月10号 小伊萱正式 从血液科病房 转移到吴军舱内 她妈妈当天晚上 就告诉我 明天要剃头发 她自己拿着推子 拿着梳子 就是进去就推头了 剃完头出来 还挺高兴的 她说 她因为知道 她能陪孩子进床了 出来之后 我抱着孩子 我爱 她看她妈妈 突然间那样就哭了 喊了妈妈就哭了 哭了交牛了 才会说 我的孩子很少哭 真的 她就感觉 她妈妈变样了 两岁的小伊萱 还不能完全理解 她的病情 和父母的付出 但不经意间的小举动 总能安慰到 身心巨疲的唐少龙 这次买回来水饶之后 她第一个水饶用筷子拿起来给我吃 爸 朋友 他要找大鸟啊 谢谢 我的孩子几乎 每天都哭得安慰 因为我在外面做饭 不光是买了的饭 他第一口饭都是先为我吃 我前段时间感冒了 我去看的时候 他就不让我抱 他说爸爸累了 始终我是每天都这么感动的 我还都这么 所有人都坚持下来 尽管前路莫测 但因为有了四方元首 唐少龙对小伊萱的未来 满怀憧憬 我当时算了 五年以后 正好七岁上小学一年级 我们很期待 真的 五年以后 我孩子就正常生活了 上一年级小学 就当小学生了 现在小伊萱有了两个爸爸 一个是为他捐献献骨髓的亲生父亲唐少龙 一个是为他捐献萝卜的干爸爸 叫丁一龙 孩子能够重获新生 靠的是善心 是爱心的传递 唐少龙在最艰难的处境当中 仍然能够保持住人性当中的那种善良 推己及人 食尽不昧 守住了道义 正是他的这个善念 这颗善心打动了丁一龙 才有了后边捐献萝卜的一举 也更引发了全社会的爱心接力 用俗话来讲 这就是好心有好报 一个人无论在什么样的处境当中 咱们都应该守住善良的底线 让我们为唐少龙的善良点赞 也为这一场善心的传递点赞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